大家好,我是Charles 國戰第一步就是選仗 選完仗就會開波 但其實大家不要忘記了 選完仗你還要決定哪一隻武將是放主仗 哪一隻武將是放副仗 看完這段片我很肯定你會完完全全 掌握所有防仗技巧 未進入正題之前 如果你想得到任何三國殺 尤其是國戰的神級技巧 還有每個星期免費抽皮膚包的機會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決定放主仗還是副仗其實有四個原則 現在就跟大家逐個分析一下 講完這四大原則 最後還有一個有獎問答環節 大家記得看完這段片答一下問題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Excel表 第一個原則就是叫做武將技能對血量 還沒說這個原則之前 我們可以看看右手邊的這個表 這個表就是說因為我們國戰 採取一個雙將模式 其實每一隻武將都有各自的血量 加上他們的血量又是怎樣計算的呢 比如說你第一隻武將是1.5血 第二隻武將也是1.5血 加上就是3血 就是普通的小學加數 1.5加1.5就是3血 2加2是4沒問題 1.5加2.5也是4的 1.5加2就不是3.5 就是3血 就是round down的 向下取整 最後2.5加2都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4血 知道這些計算方法之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進入這個正題 大家看到左手邊的這個表 有藝術吳群射象 我們首先講講鄧鞋這隻象 大家留意主將的血和副將的血量 其實不同的 主將技和副將技也是不同的 大家有個邏輯可以想一想就是 它一個遊戲設計正常來說 如果你的武將血量比較低的話 其實你的招的技能理論上是比較強的 這樣也正常吧 不然的話每一個人都選有多血 技能又強的那隻武將 所以你會知道其實 鄧鞋主將的技能應該會比較強的 應該會比較強的 那我們怎樣視乎 鄧鞋應該放主將 還是放副將呢 其實我們就要看另一隻象是什麼 譬如說另一隻象是司馬爾的 1.5血是不是 那如果有司馬爾的 你鄧鞋放主將的話 就是1.5加1.5 這隻三血 鄧鞋放副將的 就是1.5加2 那都是三血 大家都是三血的情況之下 那為什麼不選一隻 比較強的主將鄧鞋呢 這個應該大家應該不難理解 舉個第二個例子 譬如說你一隻除房 那兩血 兩血 如果你放鄧鞋主將 就是1.5 1.5加2 三血 但是如果你放鄧鞋負將 就是2加2 就是四血 那如果這個血量 是高一點的話 其實我建議 這個時候 鄧鞋是應該放副將的 應該放副將的 那這個第一個case 那第二個case 其實都差不多了 姜鞋 不過主將和副將的 招技能的強度 就剛剛調轉的 副將會比較強一點 主將就會比較弱一點 那所有東西其實就調轉 那但是呢 這裡有個特殊的情況 就是關羽呢 其實是2.5血的 那2.5血的情況 其實姜鞋一定要放副將 因為為什麼 你放副將就是1.5加2.5 4血 這個位置 如果你放主將 2血加2.5血 就是4.5血 那不是啦 那也是4血的 那大家都是4血 那當然是選一隻強一點的姜鞋 那所以你姜鞋 如果配關羽的話 姜鞋一定要放副將 那我宣察一模一樣的解釋 那大家可以 看回剛才那個邏輯的問題 那麼最尾董卓呢 其實就有些不同了 有些不同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主將和副將 那個血量是一樣的 那你說那我怎麼知道 我要放主將還是副將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主將技 是有兩招技的 那我們處理說一說這個暴靈 其實是什麼來 暴靈呢就是說 你出發階段結束的時候 如果你有副將 你就可以移除你的副將 就是變成士兵 那跟著就加三點體力上限 加三點體力 就是這樣而已 那換言之 如果你覺得 第二隻武將 比較弱 譬如說是周氏 譬如說是潘鳳 張蔭等等的話 你覺得他都好像沒有什麼作為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把董卓放主將 變成就是說 你可以吃掉你的副將 不要將任 不要周氏 不要攀鳳 變成你可以加多三點體力上限 加多三點體力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但是譬如說你有第二隻武將 譬如說賈許 譬如說何太后 很厲害 非常厲害 是不是 尤其是共战的時候 不斷毒人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當然 不想沒有了何太后 是不是 所以這個時候 董卓放副將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這就是第一個原則 叫做武將技能對血量 第二個原則叫做性別 什麼叫性別呢 就是如果剛才我們選將的時候 沒有這四隻武將 我們就要用這個方法 來決定你的武將位置 性別這裡剛才說什麼 看看這個左邊的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說 如何衡量你的性別是什麼 譬如說你主將暗的 副將也是暗將 還未出來 這個時候就是沒有性別 也不是男女同時擁有 因為你不是人妖 所以這個是沒有性別的 主將明將 副將 暗將的話 我們要視乎主將的性別是什麼 主是暗的話 副是明 就視乎暗將 副將 應該說副將的性別 主和副都是明將 我們要視乎主將的性別 這裡我們可以衍生到 右邊的這個位置 右邊的這個位置其實就是 說什麼呢 魏和熟 大家都看到武將的性別 如果是女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放主將 放主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有一隻武將叫做雕蟬 雕蟬就是要兩個男人決鬥 不要想壞 兩個男人要決鬥 是不是 當然啦 如果你是偽 和熟的話 你當然不想 每一輪都被人決鬥 很煩的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是偽 或者熟的話 女性角色 你會放在主將 放在主將 那你也知道 其實不過 要回血的話 的角色其實不多 孫上香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有得選擇的話 一定要把男人這隻 角色放在主將 令到孫上香和你 可以配合你 一起回血的 但如果你本身自己 已經是孫上香 那當然你孫上香要放主將 因為就放一放雕蟬那個離間 那群紅就剛剛相反 因為要配合雕蟬 所以基本上 男性的角色都會放在主將 那相信這個 亦都是大家很願意去理解 那如果又沒有性別 又沒有這個 剛才說的那四隻武將 那怎麼辦呢 就要看這一個 叫做量將機會 量將機會 這個說什麼呢 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 國戰 有一張牌叫做 知之皮 或者仙驅都可以 那我講知之皮 主力就是說什麼呢 知之皮其中一個 效果就是可以什麼 看別人的暗像 看別人暗像的身份 而根據我的經驗 80%至90%的玩家 都是喜歡看主將的 都是喜歡看主將的 那所以如果我們 譬如說我們有個 流閃這樣才算 流閃有響落 別人殺你 你可以發動技能 出來的機會 量將機會 其實比較大 這個時候 我們建議 將一些量將機會 比較大的武將 是放主將 為什麼呢 譬如說 暗像已經看了你主將 而你主將是流閃 譬如說 你過了一輪之後 其實你已經出來的 就是流閃 那別人 就不會知道 你另一隻象是什麼 但如果你放在流閃 做副將 別人看你主將 一輪之後 你出了流閃 別人就已經知道 你兩隻武將是什麼 這裏其實相對上 會比較吃虧的 會比較吃虧的 在這裏說回 如果兩將機會小 的話就放 副將 放副將 這個有少許的技巧 最後一個就是 嘲諷度 其實跟剛才 兩將機會差不多 這個也是說 一個知己知彼的問題 看暗像 如果你嘲諷度大的話 我建議你去放副將 因為為什麼 有聽說過 一般的人都是喜歡 用知己知彼 看主將 看主將 當然你不想讓人 看到一隻嘲諷 比較大的武將 如果嘲諷度小一點的話 建議是放在主將 建議放在主將 那你說 譬如我有一隻武將 那我用什麼方法 衡量 它有四個原則 我們要釐清一個概念 如果你有這四隻武將 這一套方法 是要跟進第一個武將技能 這一套的原則 如果沒有這四隻 你就要順序 性別是先行 性別先行 然後到兩將機會 最後就是嘲諷度的問題 舉個例子 譬如說你有黃月英 和劉蟬 是不是 黃月英和劉蟬 那你應該跟哪一個原則 就是跟性別這個 即是黃月英要放主將 劉蟬 是要放副將的 要放副將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如果你 譬如說 一開始 知己知彼 你通常是什麼時候用 一定是早期 最近給你中期的時候用 局勢發展的中期的時候用 基本上你到後期 你一定會亮晒兩隻將 一定會亮晒兩隻將 變相其實這一個 兩將機會和嘲諷度 因為我們最主要都是 防自己之彼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性別呢 那個長遠性 是比較高的 因為你雕蟬 基本上你每一輪 都會做事的嘛 對不對 除非你打死他 但是這個也不是 那麼容易去解決到雕蟬 那所以呢 順序啊 記住 一永遠先行 一沒有的話 看二 然後三和四 四個原則 大家一定要記住 最尾看完這段影片 當然是 益一下大家 看看這個 就叫做有獎問答環節 第一次搞的 就是怎樣呢 首先你要訂閱我 youtube channel 獎品就是什麼呢 嘩 正啦 政治皮膚包一個 那你怎麼玩呢 就是說 我下面有三題的問題 只要你答對這三題問題 解釋得最好的一個觀眾呢 就會獲得 政治皮膚包三連包一個 OL也得 十周年也得 那看看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譬如說有張飛馬超的 那你會怎樣放賬呢 何太后填鋒 你又怎樣放呢 理念 除訪 怎樣放賬呢 就是根據我剛才那四個原則 看一下哪一位觀眾 可以解釋得最好 而又適合這三題的問題 非常之正 一個禮物 我也覺得超級正 三連包 三連包 這段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 訂閱 另外大家記住 最重要的是什麼 答問題 贏這個皮膚包 這段影片就到這裏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